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我們這個新節目 掌握時機賺大錢的這個首播 這個節目呢,我們會固定邀請到萬曼君萬大哥 來跟我們分析這個兩岸的這個趨勢 我想為什麼會有這個節目的產生呢 因為這個其實我們大概從十幾年前 在台北股市裡面就已經有出現中概股這種東西 那時候我還記得都是什麼振興建大寶城這個巨大 這個是中概股為首 每次兩岸有任何一點風吹草動 或者是兩岸三通有航運股,陽明,長榮這些以前 只要一點風吹草動這些股票就會有一些動作 那一直到這些年來越來越多中概股,中概收成股 然後一直到這個台灣經濟這個電子股越來越熱 然後一直到這個去年 然後因為我們這八年這個陳水扁這個執政 有點中斷這兩岸的這個交流 然後一直到去年馬英九上任總統之後呢 雖然遇到這個亞洲的這個,不是亞洲 這個全球的這個金融的這個風暴 然後呢,但是他們這個還是積極的在兩岸之間 來積極的拓展這個新的這個關係 然後所以逐漸我們發現從去年底到今年農曆年前後 台灣台北股市走出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行情 我們獨強於這個世界的股市 萬大哥也跟我們說我們台北股市是第二還是全球第二還是第三 他在我們聚財線上的節目有提到 好,那獨強於這個股市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任何現在有會發動會漲的股票 全部都和大陸和中國的資金有密切的關係 那所以呢,我覺得包括萬大哥也跟我說 這個我們這個今年開始的這個投資人 想要在股市裡面獲利的人 絕對絕對要非常的關心這兩岸的一個趨勢的動態 那萬大哥呢,這個長期觀察這個兩岸的這個趨勢 跟這個政策的一些簽訂的這些走向呢 讓我不得不佩服萬大哥的精準度 他從去年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會執行 然後再來會簽什麼資料 其實我有點懷疑萬大哥有點內線 他不曉得從哪裡得來的消息 其實是非常的精準 那所以我覺得有萬大哥在我們這邊做出書 我們有一本最新的書叫做翻身掌握時機賺大錢 然後上一本書叫挖靠這就是中國 那有萬大哥在我們這邊做我們這個聚財的這個作者 我是希望這個網友呢 其實我們很多網友都是關心當天股票的漲跌 今天股票哪一支牆 那沒有一個比較中長期的一個投資的規劃 那我相信萬大哥對於中國的這個資金的這個流動 跟兩岸的這個契機的可以讓我們投資人 尤其我們聚財網上的朋友 能夠掌握到這個最好的這個類股跟族群 如果我們可以來把這兩岸關係的趨勢能夠看得很透徹的時候 我相信絕對是股票賺最多的一群 所以我們因為這樣的一個機緣 然後我們開了這個掌握時機賺大錢的這個新節目 我們以後會在每週五每週五做播出 我們固定會在禮拜四下午做錄影 那我們在網路上也會開放網友這個提問 那萬大哥也都會每週會來跟我們做這樣子的答覆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平常禮拜一就有聚財線上 那現在禮拜五多的這個掌握時機賺大錢 我們去採網有兩個這個線上的這個節目 我相信應該是在國內絕無僅有的這種網路節目 那也希望這個網友們可以給我們多多支持 然後推薦給這個朋友或者關心財經股市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這個親朋好友來可以來我們線上收看 那其實我今天感冒聲音不是很狀況很好 我們現在就趕快邀請萬瑞君萬大哥 聚財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掌握時機賺大錢 掌握時機賺大錢 對對對 因為今天是掌握時機賺大錢這個節目的第一集的播出 對 我很榮幸獲得我們陳執行長的知識 在這個原地當中跟各位網路上的朋友呢 討論一下目前整個台灣的經濟趨勢 對 往哪裡走 台北股市的未來的發展往哪裡走 等等兩岸三地的一些經濟的互動訊息 我個人把這個節目定位成為每一周兩岸財經互動的點評 是 那既然是點評呢 那當然我們就要針對這一周 乃至於上一周兩岸之間最熱的話題 對 那最熱的話題是什麼 當然就是採購團了 對這一周剛好是採購團 對 其實每周都有非常熱的焦點 其實每周都有 但是這一周最熱的就是採購團 它的第一批採購團是5月31號來 5月31號應該就是禮拜天 對 然後到今天陸陸續續到7月份都會有 據我所知應該是二十幾批的採購團 會到台灣來 對 來幹什麼 來進行採購 是 進行實質的經濟經貿交流 所以從這周台北股市在檯面上 比較強勢的族群 都跟採購團有完全的關係 對 對 你那個像是那個 大哥大的族群 對 大哥大的族群 3G的族群 今天這兩天就特別熱 對 特別熱的 那麼我們先不管這兩天 台北股市是明顯的盤整的行情 其實 它所意義意味著是什麼 意味著是下一波的供頂 其實大家心裡都心知肚明 對 因為資金越來越多 絲毫沒有撤離市場的味道 那我們現在先不談台北股市 先不去分析它 我們來分析的是這一次的採購團 剛才執行長說了 我們有開放網路網友的提問 對 那我這裡就有兩個網友提問的問題 因為如果今天所要討論 所要點評的話題很一致 所以我先把網友的問題先說出來 是 第一個問題是 請問怎麼看大陸採購團 是真的會採購還是做錯樣子 對 第二個問題是 大陸動作頻頻會不會影響台灣廠 與美國企業長期建立的良好關係 這個是網友所關心的 我相信也是很多台灣的投資朋友所關心的 大家還是存於懷疑的態度 對 是不是因為政策來做錯樣子而已 對 對 那 我在 news98 劉俊耀的節目當中 劉俊耀也曾經問過我幾乎相同的問題 是 所以我知道 這是大家我所關心的 對 就好像剛剛執行長你講 因為大家不了解 就這個採購團 我們今天 我分成三個部分來討論 當然 我想我今天 我們不去討論他 這個採購團 他會買多少東西 他要買什麼樣的東西 是 來了一些什麼樣的人 這些不必了 因為新聞報導已經很多了 對 太細節的東西 對 那我想說 在這個 掌握時間 拽大錢的這個節目當中 當然要討論一些 比較不一樣 比較深入的東西 是 好 那麼我分成三點 順便回答這兩位網友的問題 怎麼看大陸採購團 他們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做做樣子 我記得 前一陣子的新聞 大陸採購團的那個女團長 白維銘 他曾經在歡迎會上 他講了兩句話 讓我們新聞界的朋友 非常的嚇 是 他第一句話是說 我們的採購上不封頂 也就是說 沒有預算 沒有預算 他原來計劃是20億採購面板 結果 當場又加了22億 換句話說 變成42億 對 再加一倍 這是第一 第二 他說了 有多少買多少 有多少買多少 我們新聞界非常的震驚 第一個反應也就是 有多少 3 2 4 6 7 7 8